本節目內容既不構成任何投資意見或購買任何股票及金融產品的邀約 投資者不應只按本節目內容進行投資 WeChat 用最貼的語言和大家以圖論勢增值財富 WeChat 節目主持人 周哥 KC 速左線 又稱速度左力線 是利用趨勢線和回調百分比創立的一組速度線 將趨勢分為三個部分 往往是用作為反彈阻力位或調整支持位的參考 舉例在建立一個牛市速左線時 會先找到聲勢的最高點 然後從該點引一條垂直線到圖表的橫軸 然後將這條垂直線三等份 最後從聲勢的起點、最低點 畫兩條直線分別穿過三分一和三分二等分點 就成為調整支持位 好 歡迎回到第二次 我們剛才聽過同事介紹 我們說的是速左線 為何我們提到速左線呢 因為之前我們提到通道 提到一些調整的 一些FAN 光陰線等 其實我們都是想找一些市況波動的時候 的阻力位或支持位 方便我們入市去買入或者沽出 所以接下來我們說速左線 其實也是提供一些阻力位或支持位的參考 正如大家剛才聽過 所以速左線 其實都是用一些三角幾何的計算 作為一個參考 我再說一次 我可以解釋一點 所謂速左線就是 當我們找到一個高位 然後再量度低位 有高度 然後拉過來 將它分為三分 變成三角形切成三分 即是高分為三分一、三分二等 這樣計算 或者我們再看圖F 再對著 郭家鎖來知道 是 先刷這裡 大家看到 到頂位拉下來 水平線分為三分 變成三分一的速度線 三分二的速度線 這個對於聲勢來說 就是一個回落的支持位 而下面那張圖 就是當你在下跌裏面 拿到最低位和最高位 拿到垂直 又構成三角形 又分成三等份 三分二、三分一 就成為左線 好了 我們拿實例看看 好 先拿圖一 好 圖一是港交所的走勢度 我們拿到最低位 低位 用不到 好 同樣地 這裏出了低位 再拉條線去到最高位 大約3141元左右 港交所 拉下來 成為三角形 這三角形 再撤三等份 就有兩條線出現 這兩條線 沒錯 當然現在我們解釋給大家聽 就是這樣指給大家看 實際上 我們所用的圖表分析工具 它是自動畫出來的 我們只要拉到最低價最高價 它已經可以畫到兩條 即是速度線出來 是 如果我們看到 那三分二速度線 似乎暫時 我們先說 第一條 是 回落的支持線 因為我們在說 升完之後回落 港交所升完之後回落 所以我們畫了兩條的支持線 即是所謂的速度線 這條 兩條 我們看到第一條的支持線 很快迅速跌穿了 就去到第二條支持線 那個大概是一百七十多元左右 那種水平 亦都看到 對於港交所走勢 是能夠發揮作用的 有趣的 我都沒得太遺疑 讓你找到的 即是圖表千片賣化 這麼多隻股票 亦都不是每個人 有空到處找出來 我們說第二隻股票 就是冠軍產業2778 這個下跌例子 這個就是由英軍分散出來 拿著很多不同物業 一些萬國普通廣場 我們看看它的走勢 這個就是由跌勢 找回反彈的阻力 最高點 四個奴儀 然後拉回去的低點 我們曾經見過長太隱線 是 8月底的 3.36左右 3.36左右 接著就出現反彈 我們要找就是找一個阻力位 這裡 4元 第一條 即是三分一線 即是阻力不了 從一箱就穿了 穿了 去到第二的阻力線 即是三分二線 我們看到過去大約兩個月的波動 反覆波動 冠軍仍是受制於這條三分二的速度線 即是這裡仍然造成阻力 對相對於 我們剛才看的列口 也跟這個列口有些相關 大概4.5左右 有形成的阻力 而現在我們看到的三分二線 也相當問題 兩個例子都很有趣 第一條的速度都破 是第二條才頂得住 我看到走勢的趨向有多強烈 即是第一條很大程度上 都是沒什麼了道 第二條又有了道 從這些實例裡面又可以找 大家回去可以做個功課 可以有空拿一些圖出來 尤其是今次又見過新高 很多股票也都在8月8月的時候 也都急跌 7、8月的時候急跌 其實很多隻股份 都應該可以掛出很多條速度 即是這個速度 可以大家試一下用這些做參考 是 考驗不同的股票 是否真的能夠給這個阻力線 另一方面就是先支持住 去支持住或者阻住 大家可以去玩一下 即是除了陰陽觸 平衡通道阻力和承托之外 就有多個工具 就是專門幫我們找到阻力和支持位 或者筆軟其環跟大家講過 我們在講圖表分析 技術分析 其實往往 都是要找阻力和支持位 因為這兩個位的重要性 就是給我們參考 什麼時間入市 什麼時間出市 這個時間就是決定你的生勢 都肯定 還有可以告訴你 沒錯 因為你可能買了 去到阻力便要平倉 或者你再破了阻力 再追加 再買多一點 沒錯 絕對影響到你的投資策略 所以這些基本工的東西 就不可以忽量 其實不止 其實不止 我相信還有其他工具 例如二度命軍線 剛才講的保力加通道 其實全部這些工具 都給予我們很多價位 而那些價位是幫助我們 去做預期的阻力和承托 OK 我們接下來再看其他技術教室的教材 好 《盜視理論》是由美國華爾街日報前編輯查理斯道爾 在1900年至1902年間所發表的市場分析文章總結而成 雖然查理斯道爾的原意只是以分析股市狀況去衡量美國經濟表現 但經過其後咸美頓整理後 查理斯道爾對市場分析的脈絡和方法已經成為現在的市場分析的經典理論 根據查理斯道爾的分析而訂製的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目前仍是反映美股走勢的重要指標 亦成為其他各大市場和各種指數的設計基礎 此外 道士理論對股市市況的分析 股民心理狀況 以及走勢變化 亦獲得近代行為金融學所割影 連續上漲或連續下跌的單邊趨勢 基本上是較為稀小罕有 市場走勢的絕大部分都是迂迴往返的 在上升趨勢中 往往會出現反方向的回調 而這一種回調 亦不是無跡可尋的 回調的其中一個重要參考 就是百分比的比例 作為回調目標 最常用的百分比回調比例是50% 為常見的一個支持或阻力位 這一個比例可以應用於主要趨勢 次級走勢以及短線走勢中 除了50%比例之外 還有相對最小和最大的回調比例 即三分之一比例和三分之二比例 現在教室又講了第二個道士理論 在講道士理論之前 我講講我的整理後的一些想法 道士理論和我們稍後會講的波浪理論 其實算不算是一些工具呢 我來說其實可以當作工具 因為他們有整套理論 而往往我們在股市裏面 去做投資、去做買賣 利用工具就是固自然 但我們其實很多時候都想找一些規律 我們想知道什麼時候股市應該怎麼走 那個時候就應該這樣走 當然這樣引伸下來 有很多不同的構思、概念 例如一些周期、時間、計算 甚至太陽、黑紙都拿來做一些預測 都是想找一些規律 什麼時候升什麼時候跌 然後跌到什麼價位、升什麼價位 而道士理論就是其中一種 提供一些規律給我們的理論基礎 道士理論正義大家剛才聽過可以知道 道士理論是由前華爾街日報的總編輯 查理斯·道爾所創製出來的 他其實除了提出道士理論之外 很多東西都是發明的 我們經常講的道歧斯工業平均指數 他發明的 他其實發明是一對的 除了道歧斯工業平均指數之外 他還發明道歧斯運輸平均指數 當時也要同步 他一定要說一個趨勢必須要 在運輸指數和道歧斯指數同步上升 才能夠確認過升勢 否則他都不算是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數據 而指數本身的製造 亦都成為日後其他不同指數的製造基礎 當然現在社會已經變遷 運輸指數或者鐵路指數 他已經用不上了 我們只是關注道歧斯工業平均指數 甚至更多了些譬如 Sand and Poo 普遍指數等等 這些數據 另外道士理論提供了一些 剛才所講的一些規律 或者市場的形態 規律和市場的形態就是 市場某種心理狀況下 會變的 而變會成為一個周期性 我們先拿一個圖 好 看看 電腦 好 好了 我們看到了 其實我們現在經常說牛市、熊市 根源是哪裏呢 亦都是道士理論 沒錯 其實很簡單 上升趨勢 主要趨勢上升就是牛市 主要趨勢下降就是熊市 然後引申很多不同的工具去判斷 現在究竟牛市還是熊市呢 其一 其二就是 在我們引申之前 最初道士理論的牛市、熊市 不是用那些去判斷 是用當時的人生變化、買賣狀況、家庭情況 去判斷當時的牛市、熊市 而另一個道士理論 提供給我們的觀點就是 可以分不同的層級 即是主要趨勢上升之餘 中間有些波動 所以它分為 除了主要趨勢之外 還分為中期趨勢 和短期趨勢 無論是牛市也好 紅市也好 都可以這樣分 我們去到圖I 這就是 我們將 這個趨勢裏面 中間有某部分 是再放大一些 看看 雖然長 例如大家在圖上也看到 雖然長期趨勢是上升 但是中間 有些所謂次要的擺動 而導致 有一個短暫的向下回落 當然 在次要擺動之中 也可以再細分 一些短期的擺動狀況 我們拿圖3出來 看看現實狀況是怎樣 圖3就是港股 江西銅業 大家看到是周線圖 每一棟是代表一個星期 因為我不想拉得太闊 一些巴 就變得很瑣碎 用周線圖來代表 大家看到 我有一條紅色的線 是這個長期趨勢 這個長期趨勢出現在 大概2008年到2011年期間 江西銅當時的柱 是一個星勢裏面 正是剛才講道士理論 所說的主要趨勢 中間裏面 我們看到 我有畫的一個 用藍線顯示 就是次級趨勢 或者次級擺動 中間有一些回調 所謂調整 用江西銅 反映道士理論 其中一個部分 我們現在稍微休息 再跟大家分享 其他道士理論的資料 我們是來講的 中間裏面 不過很久 我們是這一檔 給大家氏 印象 對